今集日报的《投资理财》周刊里面的版块分析 今天是推介李宁2331 选择原因就说到 2022年北京冬奥快将来临 由于美英等多国已经宣布了会进行外交制裁 照张证券就预计了 这些行动将会进一步推动中国消费者转向国内的品牌 来表达外国主义和对于国家的支持 类似于2021年第二季新疆年事件的情况 导致国内体育品牌获得更多价市场份额 市场看法上照商证券就预测 2022年运动服饰市场将会按年增长1成5至2成 主要是受到现有服饰消费者对鞋服的替换需求 以及新增运动人群购买这个运动鞋服的需求 11月份李宁就推出了全新的品牌李宁1990 摩根大通就指了品牌的均价 教育公司上一个品牌中国李宁 就再高两成至三成 聚焦高端的体育时尚 商务悠闲和鼓着风 可以进一步释放李宁的品牌价值 并且会抢占到Filler的份额 改行就重新李宁是板块首选 目标价105元 国泰军安说李宁2021年第三季 和双十一期间都录得强劲的零售销售表现 全年四成低至高段的收入增长目标 应该能够确保实现 展望2022年 在零售网络扩张销售单价提高 单店效率提升的支持下 该行就预计李宁终会录得高于20%的收入增长 他们指李宁高能见度的强劲预期增长支持下 股价应该能够持续享有股值日价 但就少幅下调了他们的目标价 去到106元 以反映对市场流动性环境的忧虑 但就继续维持买入的评级 策略上李宁上星期初 随大市一度跌穿80元后就迅速收复 全星期收复81.55元后续留意79-80元吸纳机会 上网95元失手70元就要指示了